鸟 好剑法 看他眼中的怒气 他真的很恨我 她是想给我一个警告 还是想杀死我 看你以后 还敢不敢来找李吉 为什么不敢 有你在 刚才多有冒犯 你好端端的突然走到我剑前 我也被你吓出一身冷汗 我们曾在军营中 一起摸爬滚打 一起练剑 交情也一直都不错 往后我不想因什么误会 反目成仇 今日我郑重地告诉你 你若敢再这么对他 我的剑手不会比你差 食材情绪有些失控 我相信新方主能够体谅 我来 是为了说几句话 偏听坐 有误会呢 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我在外面等你 李将军 香夫人是从我的园子出去的 我所做的 都是为了护着她 我想这一点 通过今天 你也应该知道了 我知道你喜欢她 可她明白你的心思吗 她不知道 她已经是娘娘 在她眼中 我跟其他的臣子 没有什么区别 我也不想让她知道 我的这些心思 只不过是自己心中 那点念想罢了 果然如我所想 秦湘张的自己 一无所知 把一切都推给了我 我向你保证 一定不会告诉香夫人 当然 你既然已经完了这么久 自然不会告诉她 明明是我先于皇上 遇见了她 全因为你才弄晚了一步 而这一步 却耽误了我的一生 这全都是败你所赐 秦方主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故意骗我 你说我该不该揍你 事已至此 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但我请求你 不要伤害香夫人 你可知道 你今天袖子上的那个箱子 可以闯出多大的祸 这个箱子十分特殊 一般人见过都不会忘记 我不知道皇上是否见过 可不管见没见过 你都不应该把香夫人 置于这么大的危险中 我不会伤害她 这次是我大意了 我已经把所有绣了这个箱子的衣物处理掉了 从此以后 这个箱子只会刻在我的心中 多谢李将军 星月告辞 你究竟 怎么得罪李奇了 一些误会 现在也算是解释清楚了 皇宫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人一进去 变得可真快 不知不觉的 就开始让人害怕 皇宫这地方 是全天下的权力中心 倘若进去了 就算你不想争什么 也要整日算计 免得不明不白地死掉 我从小看惯这些了 皇宫里的人笑 不见得是真开心 哭也未必是心痛 只要你不去遮什么 离他们远一点 就当是看戏 皇上带香夫人 似乎真有不同 恭喜皇姐 能够在民间 找到一个这么独特的女子 要是香夫人 真的有幸 但向皇子的话 想必圣宠更圣 这皇上呀 也是男人 贪图一时的新鲜 也是有的 当年皇后怀着嫡儿时 皇上不也是如此吗 如今朝廷中的众臣 对太子之位多有猜测 我只怕 香夫人真的 但向皇子的话 皇上太过欢喜 为立秦子为太子 当年你生下嫡儿 才打破了陛下 身有隐疾的传闻 陛下对嫡儿的疼爱 朝中宫中人 都看在眼里 嫡儿是陛下年纪而历 才有的长子 岂是香夫人 腹中骨肉可比的 皇后不必如此忧心 当年我引荐秦香 也只不过是为了 在后宫与妹妹有个照应 她论身份论地位 都只不过是一个民间女子 她有两个兄弟 一个是宫中琴师 另一个更是不学无术 都要仰仗秦香这个妹妹 说到底 我现在已经嫁入万家 如果谁想要动摇万事的地位 我都不会袖受旁观 包括秦香 怎么还诊不出 回陛下 娘娘是虚寒症 自入宫以后 始终在服药条里 但是 好了 朕知道 爱妃身体虚弱 朕是问 今天为何她如此难受 回陛下 娘娘恶闻拾气 始入忌吐 这舌弹胎白 正是恶祖之症啊 好了好了好了 朕问你如何缓解 这 陛下 爱妃 不要为难她们了 这只不过是普通女子 怀孕的反应 为了陛下 为了孩子 臣妾顶得住 当初皇后生子 也未见如此 朕没想到 爱妃竟会如此难受 臣妾 从小身子就不好 但皇上请放心 臣妾 一定会为皇上 生个健康的孩子的 朕 知道 这是臣妾的 臣妾的心愿 爱妃 公公 传皇上口谕 咒心悦即刻入宫 不得有误 心悦姑娘 赶快随奴才进宫吧 公公 可是出了什么事 秦娘娘 已连并数日 今夜人昏迷不醒 宫里运医都束手无策 皇上是念姑娘 和娘娘的交情 所以想让姑娘去看看 禀皇上 新月姑娘到 明女 免礼 爱妃已经昏迷了 整整三日 你来跟她说说话 看能不能唤醒她 是 娘娘 娘娘 或是新月 娘娘 这是 陛下 能否让明女 给娘娘说几句 鼓励的新笔话 说 说 退下 退下 是 是 娘娘 秦香 你真要一直昏迷下去吗 你真的累了吗 就起不来了吗 这不像你 你是坚强的 你再这样一直昏迷下去 你受不了 你腹中的孩子也受不了 你舍得你没出事的孩子 你不能这么自私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难道你就这样放弃了吗 想想秦大哥 想想你身边爱着你的人 秦香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为了他们 你不能有事 你的孩子也不能有事 陛下 娘娘醒了 爱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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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陛下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 你昏迷了三天三夜 朕一定会在这里陪着你 陪着你跟孩子 朕 不能没有你 陛下 陈下 臣妾 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朕 在 朕 永远在你的身边 你 你究竟是真兵 还是自己上自己兵 月儿 李公子在里面等了你一整晚 你去看看吧 你回来了 他 他醒了吗 醒了 那他现在怎么样 他 太医说了 只要仔细调养 两个月身子就能恢复 谢谢 如果这场兵是巧合 那只能说 老天真的在帮他 一场兵让皇上心寒愧疚 也让李吉为他心碎 李吉是李达将军 唯一的儿子 在军中举入清中 如果秦湘真生下皇子 又李吉的扶持 也许真的能夺得太子之位 可如果这不是巧合 这个女人 就太要心急了 请不吝点盛 你怎么还敢跟李琪走那么近 怎么了 宫中太忙忙到没时间休息 我好累 让我先睡一觉 等我睡醒了再跟你斗嘴啊 你那么放心我 别吵我 我都不放心我自己 万一我 万一我一时忍不住 也许 也许真的要了你了 心悦 你既然把我唤醒 让我为了儿子活下去 那么你就应该帮我 帮我控制魏无尽 帮我的儿子夺得天下 帮我报仇让我当在天之灵的 被怨死的爹能够安心 我唤醒你 是不想看着你死 清香 我不会帮你复仇的 我已经用心爱的人的性命启示 绝对不会说出你的秘密 心爱的人 那倘若你连心爱的人性命都不顾 非要置我于死地呢 我不会的 人心难测 很难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毕竟 帮我杀了新的心爱的人 不要 不要伤害九爷 不要伤害九爷 魏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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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做噩梦吗 他早就走了 我也没有找他 还说没有找他 你刚才不是在叫他名字吗 为什么不是九爷呢 累坏了吧 胡言乱语的 早饭准备好了 出去吃吧 一定是他昨晚胡言乱语 害我瞎想 好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我们已经认识三年了 叮铃没有大支气 日子过一日算一日 难得月娘一直体恤照顾 你可别把我想得太好 我这个人呢 对自己无力的事是懒得做的 你是我在见安城 第一个结实的朋友 有些话也许不算好话 但今日我想和你谈谈 什么事啊 你想嫁给秦元祺吗 秦元祺是好人 你嫁给他是好事一件 可惜 他如今有个尊贵的妹子 秦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他不会嫌弃我的 我知道他不会嫌弃你 我的意思是 从太祖皇帝开始 总有外戚全亲天下 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 叮铃 我不想你陷进那种 没有刀光 却杀人不流血的地方 再多的我也不能说 你明白我的话吗 月娘 你想太多了 秦大哥没有那么高的心 他也不会去争权夺势 更不会有那么多 复杂的事情发生 叮铃 秦元祺没有 不代表别人没有 他们是兄妹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果真有什么事 秦元祺他躲得掉吗 月娘 多谢你 你的话我明白了 刚刚是我太大意 不过月娘 我不在乎前面是什么 我只知道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你这种不撞南墙的性格 只要是你想要的 无论如何都要得到 该说的我都说了 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 月娘 今日一番话多谢了 今后 我会更加珍惜我和秦大哥所有的 不管以后会怎么样 我都不会有遗憾了 那我就要去暗示秦元祺来提亲了 这礼金可不能太少 跟你好好说不了两句又来捉弄我们 我是认真的 哎呀 不错不错 真是奇迹啊 哎 西姑娘 你是如何照料的 竟把这鸳鸯藤栽培得如此好啊 也许是花草通人性 真的被我感动了 西姑娘 真是有心之人哪 看到丁玲的笑脸我才明白 成全一段姻缘有多快乐 希望你也能祝我达成心愿 哇 有个皇亲国戚在宫里真的是与众不同 连提亲的大脸也是丰盛过人哪 这也是秦月师对丁玲的心意 也是谢谢你的心意 如果没有你的话 他们能成眷属吗 我也不会是在等待时机 湘夫人也放话了 我当然要成全了 秦湘的话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 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 你们这些喜欢动心思的人在想什么 你猜测他他蠢多你 不累吗 不管如何 看到他们如愿 也不愿是人间一桩美事 人家朗有情 妾有义 你就只知道成全人家 让他们百年好合成为家傲 你自己呢 我什么 男欢女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别光做着羡慕人家 幸福就在自己的手里 没有什么计谋花招的 钉对钉 铁对铁 冷风逃热气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我们新月为什么变成这样 拖泥带水 不敢争 又不敢取 红姑 算了 该说不该说的我都说了 要做看替人家高兴 也随你了 啊 啊 8月 乖 三月 一票 一起负责 一票 我改参了 那天分之说 你改参了 就是事务 优优优独播 那天分之勾 是什么 吩咐他们准备马车 不用那么早过去 早点过去 早点过去 可以跟新月姑娘多聊聊 对啊 怎么说这也是新月姑娘 第一次邀请九爷出门 这是去吃个饭 别言过其词了 九爷 要是新月姑娘 有个意外的惊喜 九爷就不想早点知道吗 我这就去备车 我最大的应用 都挺有主意的 没关系 我可以去监督他们 小月 你什么时候和景颜 他们这么好了 小月 月姐姐 要死了 我长着耳朵呢 那九爷问你话 你干嘛不回答 我刚才没听到 九爷 你问我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 我刚才问你 什么时候和景颜 他们关系这么好了 一个人说话 三个人帮你 我今天要是不来这园子 逛一逛 就好像犯了重怒似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三个干嘛要帮我 也许是想落个人情 等着将来讹诈我 我 我 九爷 以前到月姐姐这儿来 我都没有仔细逛一逛 今日我想去别的地方逛一下 看看这建安城里贵得 离谱的歌舞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去吧 难道你能把这花照料得这么好 一定花了不少心血吧 九爷 这些花还好 冬天的时候 他们也是绿色的 所以又叫忍冬 你在躲避什么 为什么不说出他的另一个名字 因为他们花地病生 招惹鸳鸯队伍 所以人们又叫他鸳鸯藤 我一时忘记了 只记得他入药室的名字 你今天叫我来 不仅仅是为了看花吧 我记得湖边的柳树也长得不错 我们去湖边走走 我真的只是叫你来看花的 我不管你是否觉得我不知羞耻 我今天就是要自己的心事告诉你 九爷 这些鸳鸯头 是我特意为你种的 千年秋天种下 已经快两年了 九爷 固执的伤心有一天 我喜欢你 我想嫁给你 我想以后和你一起看这些花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 看他们鸳鸯队伍 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看花了 我想我是真爱 你总会找到一个陪你看花的人 可以放弃爱你的人心 我可以体谅你的悲惊 我可以一受我的思念 我想我是真爱你 在我卫生 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怕什么 是你的腿吗 我根本不在乎这些 九爷 一个人这辈子 能走多远 并不是由她的腿决定 而是由她的心决定 我只得相信有一天 你穿得清晰 你这么好 却怎么贴近的 吃了一个人心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陪你看花的人 放开才能抓得到的情意 我想我是真的可以 可以放弃爱你的人心 我可以体谅你的决定 我可以继续我的思念 我可以继续我的思念 我想我是真的爱你 再痛也会 真心地照顾你 爱一个人心 要勇气 你说我可以重用去 就假走放弃 该怪你不够坚强 还是我太怕 受伤情深远迁 途流天涯海角的眷恋 我可以继续我的思念 我想我是真的爱你 再痛也会 真心地祝福你 爱一个人心 他走了 他走了 我不要你帮我的事情 你干嘛随便进我的原子 你出去 你不要忘了 你请过我来看花 鸳鸯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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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这叫什么 你说这叫基因 走啊 怎么就倒了 两年的习心呵护 怎么这么容易 一场梦就散了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你们两个 把跟星月借的钱如数归还 如果不够 就把手上的生意卖掉 你一直跟九爷在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他 他什么也没说啊 月儿 栽花师傅来了 这好好的花 怎么变成这样啊 师傅 祈你一定 一定尽全力救回这鸳鸯汤 好的好的 让我先看看啊 方主 你看 这藤伤成这样 这花肯定会落掉的 这叶子 肯定会一片片黄的呀 师傅 你就看看 可不可以帮上忙吧 哪些枝还可以栽种啊 我看 这唯一的办法 就是先把根保护好 到了明年春天 也许还会发芽吧 好好好 你就活就好了 看着一地纠缠不休 你也理不清的藤蔓 就像咱们的 这是石坊刚将人送来的 是不是 就是上一次你说要做生意用的 月儿 我真的是搞不懂你跟九爷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九爷 他是石坊的主人 神秘难测 叫人摸不清底细 但你却这么紧张他 一无反顾的 相反 魏无忌待你 却是处处为你着想 我知道 感情是很难说 但是如果 九爷他真的不懂珍惜你的话 魏无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又不是没人要 干嘛着急做选择 这个我当然知道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受折腾 感情是 不可以勉强的 既然是一段不快乐的感情 就该放下 要不然 就只有自己痛苦的份 也不会看到更好的人 我明白 好了 别老说我了 丁玲要出嫁了 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就麻烦洪姑你 多费心费力 让丁玲 嫁得风光 也不失礼于湘夫人秦月时 他们现在的身份 可是今非昔比啊 这个我知道 我一定会办个最好的 这就好 这我就放心了 这我就放心了 你退下吧 怎么 怎么 还是不吃吗 嗯 怎么了 死都死了 干嘛 干嘛还板着个脸 花匠说 把根护好 明年春天 也许还能再发芽 对不起 我那天 不应该拿他们出气的 你这是在跟他们 赔礼道歉吗 我少爷 也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啊 这要传出去 整个建安城 还不正经死 你整日板着张脸 摆明了不就是认为 是我做错了吗 太阳都到西边出来了 我是不得不接受 不然还能走着 小月 其实 这鸳鸯堂 也不算毁在你的手中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所以 我并没有责怪你 华香已经尽力挽救 为何天意还要如此作弄